不可思議的人體X檔案 你有沒有看過航海王的卡通 裡面有些人物 他有一些很特異的功能 其中包含了一些橡皮人 或者一些甚至 手可以伸很長 可以飛得很遠 但我們今天 要給大家看一些X檔案 保證你會嚇到 因為這些人真的很恐怖 鍾伯 你先來介紹一下 有多恐怖 我們來看看這位年輕人 我想 立剛 脖子的皮借我拉一下 會痛耶 頂多這樣嘛對不對 會痛耶 那你看他好不好 這個是英國的Norwich人 他是英國一個人叫Garrett 那他現在已經42歲了 你知道他的職業是什麼 你看看 他的職業 就是因為他能夠把自己身上的皮 而且不是只有脖子 是你等一下看 他會把他的身體什麼的皮 都可以這樣子拉 那是脖子的皮耶 我告訴你說 拉到嘴巴 他的皮 據他自己描述 薄的跟紙一樣 然後像橡皮肌一樣有彈性 來 你看 他現在剛剛是拉脖子 現在拉胸部 這怎麼可能嘛 你這樣子拉 你說不傷也半條命了是不是 我是拉不起來了 沒錯 半條命 因為他說他從小到大 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常常只要受傷流血 血流不止 因為他說他的皮膚幾乎已經沒有壓力 可以去止血了 再加上皮膚又薄如紙 那當然就更容易受傷 當初他一開始發現有這樣的一個病的時候 就去給醫生看 那醫生發現了 他的這個一個症狀叫做艾勒斯丹洛斯症 當然這個症念起來有點複雜 總之一句話 就是 醫生解釋 一般我們人正常的皮膚 像我剛剛捏你脖子的皮 就拉不太出來嗎 對 沒錯 因為我們皮膚裡面還有膠質 我們自己拉手的皮也拉不起來 對 因為我們有膠質 我們有膠質 所以我們大概就只能這樣 可是他的膠質發生了畸變 就突變 皮膚表面的膠質突變 所以他就可以這樣拉起來 那他這個人也滿樂觀的 他說一開始他本來很難過 因為當醫生發現 他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爭先恐後的一堆人都來研究他 他說曾經一天 高達有 不是一天 就一口氣當時 有八十個醫生要來研究他 那我問你 誰希望讓自己 被人家當成這個怪物在看待呢 可是現在他已經看開了 他反而就是把自己這樣的一個 等於說一個特殊的狀況 去馬戲團表演 他說我當初被八十個醫生研究 我現在卻可以把這樣子一個狀況 讓一千個人來爭相來看的話 他覺得 他覺得也不錯啊 所以他還滿開朗的 不過只是說這樣子 可能要小心 不要去撞到 真的會血流不止 看到這樣的皮 你有沒有覺得很恐怖呢 人體的X檔案裡面 我們還要看另外一個 你剛剛 我剛剛有提過 這卡通啊 航海王裡面的男主角是誰呢 魯夫 魯夫是什麼 橡膠人 手一伸出去 可以伸得非常的長 但真實世界 真有其人喔 國安 真實的世界 真有橡膠人 你剛剛先來扳一扳我的手指 能不能過來 你看到這邊就很痛 不行了 有沒有 我的脖子你看 我們脖子 你別轉到斷掉了 對你看 這樣轉不過去有沒有 對 手這樣怎麼摸得到呢 摸不到嘛有沒有 沒有啦 蔡依林勉強可以 可是真實世界喔 還真的有跟魯夫一樣的人喔 有橡膠人 他頭都可以轉180度 橡皮人 其實這個看起來非常的 也是蠻驚悚的 你看這個人有沒有 他就是像敵人的真實版 仔細看他的頭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 轉到這邊有沒有 你看像不像恐怖片的場景 像不像說我們今天有恐怖片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在裡面 這樣轉 我可以轉到這邊的話呢 那可能前面的人都嚇死了對不對 氣管都不會斷掉 可是你看幾乎轉到了180度有沒有 往後轉 你看幾乎轉到180度 對 幾乎轉 整個背面有沒有 整個頭向後轉了 對啊 這看起來實在是 老實講是蠻驚悚的啦有沒有 這個基本上這種真的 我只看到在恐怖片的場景裡面 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 你看這個人是把手指有沒有 整個折過去是不是貼平手背 對不對 哇你看這個完全整個身體 就跟橡皮一樣 其實老實說 他們其實整個人生的過程 也是蠻痛苦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其實得了一個非常罕見的疾病 我們俗稱橡皮人症候群 那其實學名叫做艾納達努行 症候群一行 對 那這樣的一個罕見疾病 就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們的結地組織 是出現異常的 所以說才會導致說 他們今天好像看起來延展性 非常的豐富 就是可以隨時做出一些 看似都是高難度的柔軟動作 對 但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先天的 這個結地組織異常 這樣的關節也有很多的問題 反而造成了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久了以後 對他的心肺 還有他一些身體上的機能來說 都會是問題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看起來 其實很多得到這樣的病的人 其實還蠻樂觀的 就像是我們在航海王裡面 所認識的魯夫一樣 看起來真的蠻樂觀的 甚至裡面就像這個人 你看看我們現在進入上這個人 對 然後他其實這樣轉過來 他是在娛樂他的家人 對 他說其實你看這樣 隨時可以做出一些高難度的動作 然後他的朋友他的家人 都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們其實呢 就是有點像是苦中作樂 對不對 那就是說 有樂觀的這個心情 來面對每一天 所以這些人他們 以這樣的樂觀的心情 來面對著每一天 但是有些人 他雖然生來很健康 可是他卻想把自己改造成 像一個動物一樣 像什麼動物呢 茗玉 你來看我這個手板 你看這個 怎麼長得這個樣子 他不是特殊化妝 他是真的整形 你看他整形完之後 你覺得他長得像什麼 像 像不像一隻老虎 Tiger 對 他就是美國非常著名的老虎臉 虎人 那這個是一個美國的男子 他叫做丹尼斯阿夫娜 今年54歲 你看我們透過鏡頭 可以看到他把自己的臉 他花了25年的時間 把自己的臉就整得像 這個老虎的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他整的哪些地方呢 你看他的額頭 跟他的這個臉頰都打了矽膠 所以讓他可以腫起來 然後另外你看他的這個嘴巴 不是有一顆一顆的釘子嗎 他是釘了18個金屬釘 而且每個釘子上面都還要用 一根一根的這個虎須 把他這個釘上去 然後你看他這個手指甲 把他做得也像這個老虎的爪子 更恐怖的是他這個牙齒 這牙齒也是用這個虎牙的樣子 反正從頭到尾他把自己 還不包括臉上的刺青 他臉上也是全部都刺滿這個虎紋的樣子 他從頭到尾徹頭徹腳的 要把自己變成一個老虎臉 但是你知道嗎 他這個從頭到尾 25年的時間 他花了多少錢 他前前後後動了上百次的手術 後頭花了20萬美金喔 20萬美金喔 大概600多萬喔 他要把自己變成老虎臉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 他其實一開始沒有想要當老虎 他一開始想要當貓 你知道嗎 他一開始是想要把自己 自己畫成像那個貓的樣子 他也是去做這個 打那個注射矽膠什麼的 那人家就跟他講說 你要變成貓 你不如變成老虎好了 所以他乾脆就把自己淨化 那更恐怖 你看他現在介紹 他把他的那個嘴巴 拉到耳朵的後面喔 他也是用開刀 把他的嘴巴給弄捏捏捏捏捏捏 像老虎一樣 可以捏到耳朵的後面 所以你看他就是 那人家就說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他其實 因為他說他的身份是印第安人嘛 他們印第安人就是有個傳統 就是要利用這種整形 或是利用這種繪畫的方式 把他們印第安的那種傳統部落 來發揚光大 但是事實上醫生說 其實這是一種病態 其實還蠻可憐的 叫做體向障礙 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身體某部分 他對自己不滿意 所以他透過一再一再整形的方式 就是來遮蓋他自己覺得這個缺陷 其實這種缺陷其實不存在的 所以看到這樣的老虎人 你會不會覺得很恐怖 如果跟你擦身而過的話 但是你看到另外一種人 你會感覺更恐怖喔 為什麼 因為他長得像 像什麼當然華乾來告訴大家 有時候我們真的 我跟你講我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我只有一個感覺就是叫什麼 只有四個字 叫做吃飽太閒 美國人喔 美國人要是 就是說他其實他跟剛剛明譽講的 那個老虎人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他與我們常常中國人講 自我改造 雨不盡人死不休 你不看我我就要去死 我一定要你看我 然後他是純粹的 像剛剛明譽講的 百分之百的人工手術做出來的 雖然沒有花25年之久 可是他用的是最新科技 你知道嗎 什麼叫最新科技 注意看他的頭 那個眉毛上的腳 現在我們看到 你看這個舌頭是怎麼做的 你知道嗎 這舌頭做 動了好幾次手術來做好 因為剛做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像這樣子 左右開工你知道嗎 重新再整一遍 因為他就是蜥蜴人 我就是要把我自己弄成像蜥蜴人的樣子 只要看到畫面 他現在身上所有的刺青 他身上百分之九十的刺青 總共花七百個小時才能夠完成 這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 沒有關係 只要大家都來看我 我就願意 OK 我們現在來講 他頭上眉毛這個腳 這個腳可不是普通的東西 這個腳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邊右邊五個左邊五個 這叫做Kevler 你說的是這個腳是不是 對 這個腳 對 這一顆一顆的 這一顆一顆還不是畫上去的 這叫做凱夫勒 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化學材質 你知道是用在什麼上面的嗎 用在什麼上面 戰車用在保護自己的砲塔 不要被敵軍給打破的時候 防彈裝甲 對 Kevler 給裝在裡面 他把防彈裝甲裝在上面 很多防彈衣也是用這個做的 也是用這個做的 對 所以我剛剛說吃飽太鹹 這個一點都不誇張 你知道 裝在上面 怎麼樣 不會融化 不會因為溫度 不會因為他身體的變化 而變質 不會 就是說 不會氧化或液化 侵害他的身體 你看 而材質是非常貴的 他老兄也甘願 頭髮全部剃光 OK 你看 把 還有 我剛剛忘了 牙齒鋸了半天 一定要鋸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 蜥蜴的牙齒一定是尖的 所以那個舌頭也要搞成這樣 他才甘願 舌頭也是動手術出來的 也是動手術 我如果不像蜥蜴的話 我一定馬上再回去改 改到像為止 所以韓國有人工美女 現在你看到有人工蜥蜴 等一下 他的老婆還很愛他 你知道嗎 他老婆還很愛他 他老婆說 你是像怪物一樣 他老婆說 別人的 別人有白馬王子 有青蛙王子對不對 我有蜥蜴王子 OK 我們再看 就是說 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雖然說 稍微遜一點 但是他植入的時間 要比 剛剛我們前面兩個人講的 還要更久 因為他植入兩個腳 這個叫Sunchest Sunchest 他在威斯康辛州 自己 他沒有那麼進步 但是他插入兩隻腳 然後呢 他也有老婆 他老婆還說一句 很有意思 他說 他才是我心目中 真正的花美男 你說 美國人無不無聊 頭上還長了兩隻腳在上面 這個形狀還真的是一個 蠻奇怪的 有些人整形把自己整得很詭異 有些人整形把自己整得 讓人家看到了 就不會忘記 但是呢 在美國呢 美國政府其實有些事情 他有隱瞞喔 什麼樣的事情呢 當然是跟外星人有關了 不是 美國政府隱瞞了些什麼樣的事情呢 隱瞞太多了 嗯 現在要講的這件事情就是 派地球人到外星球去留學十年 如果 派地球人到外星人那邊去留學十年 留學十年 如果是立剛員那邊去 這是一個美國的 這個我讓我覺得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有點恐怖欸 對 這是美國隱瞞UFO真相訓練計畫的一部分 這個計畫是在兩千零五年 一位在目前還在國王部任職的 一位公務員 他看很多資料 他覺得不講不行 他就開記者招待會 當然他用匿名 可是研究揮的人 研究揮的人幾乎都知道 那個人是誰 因為他把一堆資料 就送給研究揮的人 那個計畫就叫做沙埔計畫 沙埔計畫 沙埔計畫 就是說派人到沙埔這個星 這個星球去留學 他是 這個星是位於Zita 就吉他星 吉他是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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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星球 那吉他星是在一個 就是我把它稱為網際星 星座這一部分 我們今天的網際網路 都是來自於這個 你講這個我倒想到 他們怎麼過去啊 我們人類的飛船 現在太空船 太空桌也沒辦法過去 他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經過星際門過去 由星際門過去 由星際門過去 那人類的網際網路 因為這個星系的外星人 其實上次網路非常通 那我所瞭解的 網際網路從來沒來的 這是這個星系 這個星系的外星人 長得這個樣子 我們證明Grace 小黑人 長得像這樣 外星人長得很多 這個是我們印象中 常見的外星人 這是外星人的基本款 當然還有 還有變化 基本款 那這個星系的外星人 其實五千年前 才從別的星系移民過來 因為他們以前 住的星系 發生大爆炸 就移民過來 他們也是新住民 後來才到地球來 那故事要怎麼講 故事要從有名的 羅斯莱爾事件 羅斯莱爾事件 不是1947年嗎 我們之前節目談過 有死亡的外星人 有活著的對不對 那活著的外星人 中間有一位就交地球人 我們這個最有外星人 飛碟的儀器設備 怎麼樣就交叉 所以美國從那邊 奪到非常多國防工業 那其中他就跟他們 有一個他們的花爆機 等於說花爆機沒有壞掉 他就跟他們母星球聯絡 他們就派了一群人來 跟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明 就簽了一個密約 這個外星人MGS的密約 這個派人去外星球流血 就是根據這個密約來的 後來杜魯明把這個密約 就轉給之後的總統 就是艾森豪 那這是根據MGS的密約 才有這個留學計畫 是在一九六四年 就第一次見面 美國官方就跟外星人 官方就談活著的計畫 這個活著的計畫 就在西茂基哥州的一個地方 叫阿拉莫齊州 就談判 說其實他們用英文交談 那也有一個語言轉換器 那他們不會中文 所以他們是用語言轉換器 在互相交流的 互相交流 說要派十二個 每個優秀的人 到他們去留學十年 十二個優秀的美國人 到這個星球去留學十年 對 就是一九六四年 然後一九六年的時候 第二次會面 終於敲定 終於敲定 十二位裡面有兩位是醫生 當然要有醫生嘛 這醫學人就 算是普通科學家 兩位是語言專家 要去學他們的星系的語言 有兩位是安全人員 當然要安全人員去 還派了安全人員過去 安全人員去 這是料理一切 然後處理一些圖畫狀況 那另外兩位是非得研究人員 就十二位浩浩浩浩浩浩 就過去那邊 那這個計畫 從一九一九六年 一直十四到一九七八年 然後十年之後十二位去 有八位回來 有兩位在東土過世 兩位過世 有兩位留在那邊 不願意回來 可能在那裡找到生孩子 我不知道 所以真正回來地球的 只剩八位 八位中有七位男生 一位女生 然後後來就陸續過世 這位過世是兩千零二人 兩千零二人 所以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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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料的人 才覺得說應該把這個事情 講出來 這就是當時派出去的人 有一共有十二位 那回來就只有八位 最後一位在兩兩千零二人過世 可是在他們回來之後 十年後回來之後 其實都被保護起來 在美國的軍事基地保護起來 然後 不讓他們跟外界的人接觸 對 那就他們所研究的 學習的 美國政府就派了一堆人來吸收 所以這個事情 才慢慢曝光 因為太多人知道 有人學了網際網路 有人學了其他高科技 做引擎空炸機 有人學了他們的語言 可以進步跟他們溝通 所以這整個的研究 其實一直持續到最後一位過世 兩千零二人 雖然計畫在一九七八年就中斷 但是後續的研究 一直到兩千零二年 對 最後一個過世 那所以這一位 國防部的公務員 他看了很多資訊 他也有參與後段的研究 他覺得撞不到 那他們在那邊看到什麼了 他們在那邊看到的太多了 因為就像立剛剛才講的 他們要揮到那個星球去 雖然也是在我們的銀河系 他們透過星際之美 可是長途的旅行 也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們有些人就是覺得 非常的不適應 所以中途就有兩個人 快凹下去 可是在他們的同伴的鼓勵 鼓勵之下 還是勉強到那邊 可是陸系就過世 十年之間就過世兩位 他們到了以後 到了以後就開始 分頭去學東西 可是在星球 溫度蠻高的 平均溫度是四十到四十五度C 也有兩個太陽 所以適應了一段時間 那比我們地球表面的溫度 還要再略高一些 對 高個大概五到十度左右 對 然後晚上都大概都是 零下五度到零上五度 這個還好啦 日夜溫差還蠻大的 對 但是還好 要適應的話 有一些困難 然後他們就帶回來 比較震撼的是他們的文字 他們的文字 這是什麼 這個文字 你如果研究 古文明遺跡的話 你要發現 上次 上次華幹誠天講的 一個 復活節島 上面有文字 也跟這個類似 你很難想像 然後在琉球底下 海底的古文明的石頭上 刻的也很接近 證明說 古文明底下 刻的也是這些個字 非常的接近 證明說這些文字 都不是空穴 所以這些文字 並不是從地球上面的人 寫出來的東西 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美國根本沒有辦法解讀 只知道這個是跟 最古老的文字 可能有點接近 但是到底代表什麼 不知道 不是他沒辦法對應任何字母就對了 現在沒辦法 所以現在還在研究 然後更有趣的是 很多人的市長問我 你知道外星人 有家庭制度嗎 有社會制度嗎 有什麼嗎 這是他們 回來以後畫的 他們到了一個小村莊 這個是什麼樣的 小村莊 這是一個村莊 村莊就長得這麼幾何圖案 就是類似一個 他們制的小村莊 他們的社會制度就是說 他們有一個領導人 也有表現上也有類似 其實軍隊跟警察可是不帶槍的 基本上他比較類似一個社會 社會職業的制度 因為他們沒有錢幣 互相來買東西 但是他們要吃的東西 要用的東西 就是在村莊的旁邊 一個擊中的地方 大家都分頭去拿 登記一下就好 直接取用的 我覺得說 倒有一點像社會制度 但是要注意的話 他們的管理人員 智商都很高 所以這是為什麼以前希特勒 就是優生學 他們覺得說這種 用笨的人來管理地球 永遠管不好 弊端一堆 貪污一堆 然後政治對立 要用那種非常聰明的人 來管理統治才可以 他們的整個社會族群 就是類似這個樣子 不過你講到這社會族群 讓我覺得好像 像人民公社一樣 有一點像 但是要問他們有沒有宗教信仰 他們也有宗教信仰 外星人也有宗教信仰 他們是尊敬比他們更高 層級更高 科技更高的那一群人 我們估計稱之為 比他層級更高的神 就問外星人哪裡來 是 比他層級更高的 外星人創造的 那一個外星人又哪裡來 又層級更高的 外星人創造的算無窮